万众瞩目的斯诺克英国 公开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根据斯诺克官方安排的赛程 世界排名前32位的球员在正赛阶段进行延期资格赛的比赛 让球迷惊讶的是世界名将世锦赛 七冠王奥沙利文资格赛出局 1比4不敌名不见经传的乌森巴赫 乌森巴赫世界排名只有63位 反观奥沙利文世界第一 反观中国出战斯诺克延期资格赛 的球员赵新彤和闫炳涛表现亮眼 其中赵新彤4比1淘汰白朗宁 闫炳涛4比2战胜了奥利福布朗 两个人成功拿到晋级正赛的名额 延期资格赛出局的球员有雷佩凡和吴亦泽 值得一说的是中国斯诺克一哥丁俊辉 在此前的资格赛阶段表现很不错 已经拿到了晋级正赛的资格 英国公开赛是斯诺克本赛季的第三战比赛 对很多球员来说还是一个不断找状态的环节 因为此前的休赛期很多球员选择陪伴家人 可以说并没有练球 以至于新赛季开始出现暴冷的情况 比如本次英国公开赛种子球员 在资格赛出局的不止奥沙利文 还有卢卡 布雷切尔 肖恩 莫菲 李奇 沃顿后 但是奥沙利文在资格赛出局 还是让很多球迷感到惊讶 奥沙利文职业生涯永夺39个排名赛冠军 拿到7个世锦赛的冠军真的非常厉害 奥沙利文的出局也让英国公开赛失去了很多关注度 导致收视率下降 因为很多球迷都是为了看火箭的比赛 奥沙利文资格赛出局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新赛季开始还没有进入状态 再就是奥沙利文出现了伤病 1975年出生的奥沙利文 是753节的代表 现如今47岁了 经常关注斯诺克的球迷都知道 打斯诺克也是一个非常费 体力同时也会出现一些伤病 因为斯诺克的比赛并不像平时看着那么轻松 不断地重复一些动作 时间一长就会有职业病 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 现如今奥沙利文和其他种子球员接连出局 对丁俊辉来说是极大的利好 有利于丁俊辉冲击第15冠 经常关注丁俊辉的球迷都知道 丁俊辉职业生涯已经拿到了14个排名赛冠军 但是最近几个赛季排名持续下滑 如今已经来到了世界第34位 因此很多球迷不看好丁俊辉能夺冠了 虽然新赛季丁俊辉放弃了两战的比赛 但是最近丁俊辉两次出战资格赛都表现很不错 准度提升很快 打球眼皮也不跳了 都成功拿到晋级正赛的名额 很多斯诺克名宿认为丁俊辉即将复苏 属于丁俊辉的时代又该到来了 冲击15冠也许就在本赛季 经常关注丁俊辉的球迷都知道 丁俊辉出道就是巅峰 曾经被称为斯诺克的东方神童 当年击败台球皇帝亨德利一战成名 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位 可惜的是后面丁俊辉遭遇了家庭的变故 母亲55岁直肠癌去世 对丁俊辉来说遭遇了术欲镜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奈经过几年的调整 现如今丁俊辉走出了 笔者认为丁俊辉即将重回巅峰 大家说对吗